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歐洲的事情 瑞士那邊是立法禁止暖氣超過19度 什麼是禁止暖氣超過19度 什麼概念呢 可能大家會想天氣19度 都很涼爽 穿多些衣服都可以 但如果暖氣19度的話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冷空氣向下沉 熱空氣向上升 所以如果把暖氣禁止超過19度的話 室內的氣溫可能只剩13、14度 這件事歐洲各國可能會跟隨 然後英國那邊也公佈了一些補貼電費、延費的政策 這樣做的話 隨時令英國破產也不行 到底整件事又是怎樣 英國這些政策是否真的可以救到市民 離開這個能源的水深火熱之中呢 稍後我們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真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瑞士那邊就很棒了 瑞士那邊就說 立法禁止暖氣高於攝氏19度 如果違反法例人士將會被罰款 24000元 甚至乎是監禁三年 監禁三年監獄會不會有暖氣 這是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現在因為歐洲多國 不願意以盧布等其他方式去跟俄羅斯做交易 俄羅斯也因為燃氣管理各方面的問題 把燃氣全部都不輸給歐洲其他國家 石油那些也是同樣的情況 導致現在整個歐洲的能源供應非常短短 那麼短短的時候怎麼辦 各國的歐洲政府都在考慮 如何可以 舒緩他們自己的 能源危機 但其實這些政策 是否舒緩得到或解決得到 首先我們看看 瑞士政府現在最新考慮的 一個舒緩能源危機的政策 隨時可能需要實施 一些天然氣配給的措施 甚至乎政府 配給完天然氣之後 也不能亂用 政府很大機會會禁止民眾 把室內的暖氣 調至高過攝氏19度 違法人士會被罰款和被監禁 也蠻厲害的 瑞士的報章有些報導說 瑞士政府會禁止民眾用軟紅外線的電暖爐 和Sona浴室 因為Sona浴室 要燒能源 要不斷找東西熱 不允許玩 然後 紅外線的電暖爐 因為紅外線的電暖爐 釋出的能量是不錯的 取暖是挺容易的 禁止民眾使用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暖爐 到時他們暖風機 到處搓 而游泳池也不可以 行溫 游泳池也不行溫 什麼意思 那裡是兩島的 你就跳到兩島的水 真真正正的游冬泳 但是他們以前不是的 游泳池是行溫的 現在沒有了 沒有這支歌仔唱 報導裡面引述 瑞士聯邦財政部的發言人說 這些將會是法律 違反政府這些規定的人士會面臨每日30瑞士法郎 即241元大約 港幣罰款 最高罰款額可以達到3000瑞士法郎 即25000元港幣 當局現在也在考慮 會將它不單是罰款還會是判監 判監最多是判三年 內文也提到如果企業是故意使用 多一點的天然氣的話 使用量超過天然氣的配額 都會被罰款 即是 普通人家要被罰 企業全部都要被罰 即是說如果那些普通人家打算快點上班 上班的話就有暖氣 沒有這支歌仔唱 因為公司都很肯動 跟著再說 早前文傑都跟大家說過 那班 黃絲 或者不單是黃絲 在那邊的手足 或者那邊的民眾 冷的話又沒有錢的話 熱的話又沒有錢的話 會怎樣呢 去麥當勞 但現在這樣看法 瑞士這條規定 連麥當勞都不可以開很暖的暖氣 即是說 他們想去其他地方取暖 原來都有一定的困難 什麽叫做把暖氣不可以調高 攝氏19度 我想大家有沒有試過 或者有沒有印象記起 我們其實是說 我們香港政府一直都在 希望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說 冷氣要在25.5度那裏 大家都非常合適 但大家又有沒有試過 把冷氣調到25.5度 然後 在遠處的地方 你能否感覺到有什麽冷氣 舒適呢 其實是不舒適的 為什麽呢 因為 冷氣調到25.5度 其實政府提倡 室內的氣溫是25度 最舒適 冷氣調到25.5度 是他出風位的感覺到25.5度 出到外面 室內的位置 其實可能是27度 28度甚至29、30度 我都試過 之前度過 在在學的時候也有聽寶菲薩說過 這樣的事情 何況 一部的冷氣 看看它的匹數 它可以出到的能量的位置 可以涵蓋的位置 可能是每一部都不同 有些是200呎 有些是400呎 如果 那部冷氣大概涵蓋的位置是200呎 你調它 25.5度 但那個位置可能是500呎的時間 那你糟糕了 你隨時30度都來 是的 大家可以用這個概念 現在就說 暖氣禁止在攝氏19度以上 要19度或以下 那就是 18度半 那就糟糕了 18度半 熱空氣是向上升 上面才暖的 上面才暖的 下面這個地方 不是很暖的 還有你向上升的時候 其他地方會吸熱 吸完之後 其他地方吸光熱之後 其實 就要看看 那個 保暖的東西是做成怎樣 結構各方面的東西 但是 又可不可以真的很保暖呢 它調到 18.5度左右的時間 基本上它出風 出完之後 室內的氣溫大概 是13、4度 動不動呢 13、4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而且它不可以不開窗 開了窗 風流進來 8度9度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瑞士這件事 這個提議出來之後 好像歐洲多國都打算考慮 跟從 不幽默 那就是 恭喜他們 除了恭喜 不知怎麽說 德國那邊 亦有一些 叫做 呼應 因為德國的 副總理 兼經濟部部長 哈 貝爾早前 亦都說過 應該將 室內的氣溫 的上限 定於 攝氏 19度 歐洲多國現在都開始正在跟隨 現在德國已經率先跟隨 甚至乎 歐盟的27個成員國成為8月份開始 天然氣使用量 會比之前那5年的平均總量減少15% 德國就說要削減20%左右才可以 降低那些用量 甚至降低能源危機 可否解決呢 他都說 應該解決不了 他亦都說 有意思就是 在非商用的私人泳潮禁止私用暖氣 關閉公共建築物的公共空間的暖氣供應 哇 正 晚上10點到翌日 早上6點 禁止公共廣告的燈光 廣告版的燈光 全部的城市 變成一個黑暗城市 記得 厲害 厲害 他比瑞士還強勁 他比瑞士還強勁 歐洲各國都很大機會越來越跟從得快 德國首先 走一步 最終歐洲會怎樣呢 會不會一入黑就沒有所有的廣告牌等等各方面的 霓虹燈館等等的東西 變成一個 歐洲變成一個黑暗的城市 也有機會的 歐洲 不得不提的是英國 英國的新手相早前公佈了一些 能源計劃 幫助一般家庭 有兩年的紓困計劃 包括 天然氣和電力的帳單 自10月份 開始生效 上限每年 不得多於 2500 的英鎊 即是2萬多港幣 什麼意思呢 新手上蔡惠斯就說 新的措施 等每一個家庭平均一年 可以省一千英鎊 即省一萬港幣 據他所指 未來一些英國企業都可以獲得6個月的支援 什麼意思呢 問傑 為什麼有些數字很奇怪 你之前說他們的能源 可能能源漲單 會高達一年是高達6萬元 甚至乎更加高 為什麼他說 上限去到2500元 就可以幫人省一千元 民健是不是你的數字錯呢 每年是三千多元 不是三萬多元 一個月都是三千多元 沒那麼誇張 你留意我剛才所說 公佈的計劃是 天然氣帳單和電力帳單 而 他們的家庭 基本上天然氣的帳單和電力帳單是分開的 英國的家庭有很多機會 一邊使用天然氣 一邊使用電力 天然氣就是負責 暖管 煲水 火 煮東西等等 電力各方面 燈 電視機 雪櫃等等 暖氣等等 都會有暖氣 兩邊都有 所以 他說 他說為什麼新草司可以幫助一個家庭 省一千磅一年 因為 他的意思是 天然氣 二千五百元一年 電力二千五百元一年 加上 五千元一年 現在新的公佈 應該會超過六千元 所以可以省到一千元 即是 天然氣和電力 能源由每年 六萬元 減到每年五萬元 嗯 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 那平時多少錢 平時 一萬多元 最多兩萬元 差不多 現在五萬元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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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樣 有些人士說 你英國這樣補貼下去的話 你會不會破產的 我不知道 他說可以就行 你沒理由打擊那個新首相 他還沒坐暖 已經黑死了英女王 你還不打擊他 他真是不知道怎麼算好 他真是亂搞的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這個 卓衛斯 的行為 其實不是很多人是同意的 因為 就說 你這樣 其實 是解決不了 天然氣 和電力 或者各方面的能源危機 他甚至乎是會令到英國陷入一個財政危機 那麼 都 沒辦法 對吧 然後也有人批評這個卓衛斯 我們應該是通過 對天然氣和石油的生產商 徵收一些暴利稅來頂住 但他又不夠膽 又不會 為什麼 因為 大家知道 那些什麼生產商的東西 天然氣 那些什麼 石油 你知道美國基本上是對準石油的國家就進行攻擊 所以 如果你說要徵收一些原子稅項 暴利稅項的話 暴利稅項的話 那麽 會搞到美國的利益 是啊 當然不會 工黨的領袖 早前批評 卓衛斯反對暴利稅 等能源的公司 有巨額利用 這些新手上的計劃 將會使勞動階層的人民 為此而埋單 就是這樣 沒有的 你們說的話好像想實行共產的制度 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的話 你就把資本主義 轉為 共產主義 對嗎 看看到時英國會怎樣亂 我相信英國將會越來越亂 大家看到這個新手上的腳頭 大家都可以放長雙眼慢慢看 食花生 看看他們 怎樣去面對這次的冬天 現在還沒凍 過多兩個月 看看會不會凍死人 看看他們怎樣可以應對這次的人民危機 整個歐洲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搞他們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呢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電視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名字 是否想不到 記得按下鈴鐺按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